沙巴昆达山今天早上9点28分左右 发生了李氏3.7级轻微地震 蓝脑一带都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索性地震并没有构成海啸威胁 机箱局今天早上在推特发布了地震的消息 根据国家地震和海啸中心提供的信息 这一次的震央坐落在北围6.1度和东京116.6度 深度为10公里 距离蓝脑西北部14公里 沙巴神山山脚蓝脑周遭的居民都明显感受到了震动 当地所学校事发时急忙疏散学生到空旷的操场集合 截至目前当地没有传出任何人员伤亡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